热死了 热死了 别动 别动 如果明天会是好点起 如果写的那一只绑紧 说不定我明天就愿意 一起去走走走走 街上三个鞋按照花纸 远方的色彩深夜的眼睛 对不起 但我只想提醒你 这里有很多高清的红外摄像头 你不能 就当我今天没有认识过你 今天都什么事啊 苏小姐 您母亲的手术安排在下个月 请尽快把手术费交齐 美女 您的专车司机为您服务 请上车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这些你出门 都是需要打扮时间的嘛 对了 我还没问你呢 你刚面试怎么样 别提了 那个面试真够晦气的 没事 咱们手里不是还有个小合同吗 这苍蝇再小也是哦 也对 我刚刚去看过妈妈了 医生说 妈妈的病脱不得了 要尽快手术 还有欠的那些医药费 要尽快补上 否则 妈妈只能先出院了 没事 西西 别担心 咱们总会有办法的 好疼啊 疼啊 你撞到我了 疼啊 明明是你自己抓上去的 你怎么还耍无赖啊 你再不起来我报警了啊 快来人啊 抓人了还不肯负责人啊 宝宝们快来看啊 那位大姐被豪车撞到 命悬一线呢 你干嘛呀你 我直播呀 刚刚全程我都记录下来了 不能让你这种弱势群体 受欺负呀 现在我去报警 把视频交给警察 说不定 你还能上社会新闻呢 对 上新闻 别跑啊 别跑啊 没事啊 谢谢你啊 小姑娘 要不是有你在 我和我们家老夫人 遇到这种情况 还真没办法 您别客气 举手之劳 下次还是安个行车记录仪吧 对对对对 谢谢啊 先走了 走吧 怎么样 没事儿了 妈咱俩赶紧点回去睡吧 我没事儿 多好的姑娘啊 人美心善 西城要是能找这样的女孩儿 老太太 你还是先操心操心自己身体吧 来 派了这么多年 就想着西城啊 早点找个女朋友 成家 给我抱虫孙子 今天 就是 真有望了 恭喜啊 老太太 您多年的心愿啊 终于要达成喽 你看看这个女孩儿眼熟不眼熟 这不是刚才那个女孩儿吗 真是缘分哪 这也是因祸得福啊 这可不是 西城回来了 奶奶 没意 你看看这姑娘是谁 不认识啊 不认识啊 你好好看看这是不认识 我和她只是 我要是不让司徒盯着你 你是不是打算还瞒着奶奶呀 又是司徒这个叛徒 我说你这孩子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存心想气奶奶呀 你是不是让我早点走了 你好 老夫人 老夫人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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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心动奶奶 奶奶 老夫人 奶奶 奶奶 喜成啊 奶奶的身体是不行了 奶奶 您别多想 医生说了 这是需要静养 奶奶年纪大了 奶奶奶 怕是陪不了你太久了 让奶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 你从小性子硬 于是不会转弯 总是委屈自己 有事也从来不跟我说 但奶奶希望你 找一个体贴 温柔的女孩子 好好成个家 即使是奶奶将来走了 又就能放心了 奶奶 您别这么说 西城 西城 听奶奶话 真有喜欢的呀 就把她带回家来奶奶看看 早日成家 奶奶 奶奶 没事 没事 还不滚进来 老大 您千万不要生气 我是心疼奶奶 才把监控画面发给她的 要打 要罚 我都认 就是千万别开除我 是吗 那这样 这个月的薪水 全部上交 这个月太多了吧 那全年 这个月 这个月 我认了 让你找的人找到了吗 当然找到了 我看了当天面试的资料 发现她并不是六号应试者 应该是走错了面试才见到你 但是 这并不影响她名字最后一个字 西和监控画面我查到了 她叫贺锦西 她是当地出了名的小名媛 平时喜欢社交趴 是各大奢侈品店的高端VIP 平时喜欢收集名牌鞋子 哪家鞋子最风靡 就会首先出现在她的脚上 你确定这个人是她 难道不是吗 你看 西与照片一模一样啊 为什么我总觉得 好像哪里不一样 就是一样的 老大 奶奶现在逼你逼得越来越紧了 好不容易找到个奶奶喜欢的 你就努努力把她拿下 这样奶奶就不用再唠叨我了 不用再唠叨你了 你看你也可以安心工作 奶奶可以安心养病 不是吗 会不会穿 有没有培训过 对不起 对不起 走开 对不起何小姐 她刚来两天手太笨了 弄疼您了吧 我来帮您看看 行了 别碰我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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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了 好的 贺小姐 你的太阳穴由于过度填充 已经感染了 那 必须尽快做修复手术 否则很有可能造成整个面部神经的损伤 最好 去国外处理 国外 费用要多少 修复重塑加后期护理 估计一百多万 抱歉何小姐 您这张卡已经超现了 请问 您还有别的卡吗 什么 贺小姐 您所有的卡都已经超现和冻结了 请问您可以付现金吗 我全都不要了 我全都不要了 什么破银行 凭什么动我银行卡 不是说过了过几天还款 我也没说不还 去 喂 何小姐 再不还钱 下次本在你家门口的 可又不是油漆了啊 我说过了下个月 我会连本带利还给你们 你们为什么还要这样 下个月 这个月使完的利息 还没到账呢 我们还能等你下个月 我说了我会还的 一定会还的 会还的 我已经说了我会还的 还要我怎么样 何锦西 你是哪位 我是花园集团总裁 顾锡城 顾总做 我会和你签约 让你做我的合同之女友 并且和你签订花言的线上推广 合同之女友 花言线上推广 怎么 还有什么要求没有说吗 不管了 先糊弄过去再说 我想知道 我们会合作到什么程度 我们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 恋爱的关系也不会公开 如果你有什么别的要求可以提出来 我会尽量满足你 一旦违反合约 我也有权终止合作 顾熙成倒是可以帮我提供那笔修复的钱 我需要一笔钱 可以 具体数额写在合同上 我要配合多久 总好有个时间吧 合同上面写了 根据奶奶身体情况而定 定金我要百分之五十 保持人 剩下的钱 最后会直接打给你的 签名记得要对冲 到底怎麼回事 該不會這麼巧 是蘇顏熙 難道蘇顏熙和顧錫成之前就認識 蘇顏熙 我們姐妹這麼多年沒見 竟然還這麼有默契 喂 阿 你怎麼了 早上醫院打電話讓你去幹什麼 醫院說現在床位緊張 讓我不繳千費 如果我再繳不上 媽媽就要被醫院 從病房轉到走廊裡去了 什麼 這也太欺負人了 你等我過去 你別過來了 現在關鍵是籌到錢 我先不跟你說了 我想想辦法吧 好久不見 顏熙 我們姐妹倆這麼多年沒見 有必要一見面就這樣對我嗎 我有事找你 賀錫熙 你的事情我管不著 這件事情對你也有好處 你不想聽聽嗎 我不稀兒 芸汐 就給我幾分鐘時間 不行嗎 不好意思 你的事情我不感興趣 你真的要戀死不救嗎 蘇芸汐 蘇芸 你的臉怎麼會這樣啊 實話告訴你 如果我再不做手術 我的臉就會感染 到時候連命都會沒有的 那些催寨的人 又逼我逼得那麼狠 我們都是媽媽的女兒 你真的忍心看著我死嗎 對不起 你遇到的事情 我沒有辦法幫你 能吧 只要你願意 你看看這個 現在顧熙城需要一個合同制女優 只要和她合作就能得到一大筆錢 到時候我就有救了 那天 見顧熙城的是你吧 她把你認上我了 還好我在資料裡貼的那張照片 裝畫得不太誇張 和你區別不大 原來昨天 她真的是在挑選合同女優 這是你和顧熙城之間的事情 與我無關 我拒絕 不但那是幫我 我知道媽媽需要錢做手術 只要你履行合約 我就可以給媽媽提供手術費 我知道你需要錢 我已經替你把醫院 欠的錢給付了 我 你怎麼會 誠意夠不夠 我不想騙人 什麼騙人 顧熙城本來就是要找一個人 假裝他女朋友去給他奶奶演一齣戲而已 你想想媽媽 你真的要眼睜睜看著媽媽手術被耽誤嗎 啊 好 行 那你就等著 看等到最後 是不是只能眼睜睜地送媽媽走 等一下 我答應你 但是 但是這筆錢 就到是我借你的 以後我一定會還你的 這樣才對 顏熙 我是為了幫你 為了媽媽好 從現在開始 你 就是我 是真正的賀錦熙 你 顧熙城那麼精明的人 你千萬不能被他發現了 他要是知道我們姐妹倆聯手騙他 我們什麼都得不到 媽媽也就沒有希望了 那我需要做什麼 顧熙城現在應該在這裡的 快去吧 酒店 對呀 賀錦熙你什麼意思啊 放心吧 你那麼盡力 可以搞定他的 你是 蘇菸熙 別害怕 一切都是為了媽媽的手術費 好好表現 加油 你可以的 你去到了 你去找我 動筆吧 等等 我要 寫什麼呀 姓名 家世 性格 星座 出生年月日 你查戶口啊 你要這麼想也可以 有什麼要求 你直接說清楚不就行了嗎 你是要我寫 個人情況嗎 我雖然和你簽訂了合約 但對彼此不夠了解 將來我還要帶你回家見我奶奶 如果被奶奶發現我們之間還是陌生人的話 那麼一切都會結束 結束的意思是 我和你之間的合作 還有 打到你賬上所有的定金 如果她把錦西那裡的定金收回來 媽媽的移植手術就 我寫 不就是個人情況嗎 你想知道的 我都寫給你 開始吧 每一個 就去見他 沒想到拿個花言的推廣 還有背課文 我从初中开始就没背过那么多条条框框 双术 顾总 顾总 所有物品使用摆放必须与双术计 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说所有的东西 都要是偶术 好 对 我身边所有的一些都要偶术 也包括你 我 我們結婚吧 結婚 喂 我和媽媽要出國了 出國 你都沒和我商量 不行 我不同意 國外的醫療條件更好 放心 我會照顧好媽媽的 你只要按照合同去做 幾個月後 你就會和媽媽團聚的 你不能把媽媽帶出國 喂 喂 去機場 師父能摸得快一點 小姐 小姐 你醒醒 小姐 你沒事吧 小姐 你沒事吧 小姐 你沒事吧 我現在送你去醫院 來 我現在 富伯雅先生 我們對這位小姐已經仔細檢查過了 只是輕微的碰撞 引起過多的反應 沒有傷到其他的地方 富伯雅 怎麼這麼長 那就可以幫你出現手續了 放心吧 我會認出我來吧 謝謝你啊 醫生 我有錢 你醒了 賀小姐 你沒事吧 雨沒哪裡不舒服啊 賀小姐 我叫傅伯雅 醫院剛剛說要聯繫你的家人 所以情敵之下 我就從你的包裡取了身份證 擅自翻了你的東西 實在抱歉 謝謝你 我還要謝謝你呢 你可別客氣 賀小姐 你放心 這次事故呢 是我的權責 我會負責到底的 所以你 蘇妍欣 你怎麼回事啊 蘇妍欣 你怎麼 賀錦熙 你 剛給你打電話嚇死我了 借過醫院人家的 你有沒有哪裡不舒服啊 我這不是好好的嗎 這位是富伯雅先生 謝謝 老大 那不是你的 閉嘴 小心點 謝謝啊 怎麼回事 你怎麼來了 顧總 這麼巧 你们认识 傅伯雅 你怎么在这儿 贺小姐的车祸 是我造成的 所以在这里照顾她 是我应尽的责任 我女朋友的事情 就不劳你操心了 至于车祸善后 司徒 明天一早准备厘时汗 保证准时送达 她是你女朋友 坐 我话还没说完呢 付 我 你能不能开慢一点 我刚出了车祸 头疼 你干什么 看你又没有撞傻 你才傻了呢 我就是被撞了一下 又没撞出脑震道 我现在清楚清醒清晰得很 这么有精神 很好 那现在回你家拿行李 为什么回我家 为什么拿行李啊 你不会出了车祸就忘了吧 答应奶奶的 今天晚上搬进顾家 那也太快了吧 总得给我点时间 好好准备一下 你什么都不需要准备 你只需要到我身边来就好 我的意思是说 你搬进顾家 到我身边来 以后不许在这么晚 单独出门 更不许和不经不处的人相遇 凭什么 凭你 是我的女朋友 合同制的 好吗 这事先这么过去了 我现在陪你回家拿行李 和顾家 知道了 顾总裁 希希 奶奶 快来跟奶奶一起吃饭 好 喜欢吃包子啊 还是油条啊 来 这么丰盛啊 我刚好饿了 是该饿了 谢谢 昨天晚上 睡得好吗 昨晚睡得可好了 我第一次来顾家 没想到顾家的沙发都 沙发 我超级喜欢的 我超级喜欢的 喜欢就好 喜欢就好 以后啊 你就是家里的女主人了 这家里的一切啊 都是你和西城的 我超级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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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就好 喜欢就好 那是啦 快吃吧 来 好 快吃 吃吧 我是傅博雅 下午有空吗 约你见一面 不好意思 傅先生 我迟到了 没关系的 何小姐 请坐 你别那么客气 你叫我锦细就行了 你说有重要的事情找我 什么事 这么多年没联系了 总不会是认出我了吧 是这样的 这次约你出来 还是想正式地跟你道个歉 我没事的 那我们算是朋友了 当然 是 那么 朋友的礼物 你就不要拒绝了 月桂之华 这个品牌来自欧洲 我是他在中华区的负责人 你手里这款呢 是我们新系列的彩妆产品 预计在下周才会全面上市 那 那我就确实不公了 谢谢 我很喜欢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喜欢 毕竟啊 我可是做足了功课 才敢约你出来的 我知道你也在做美妆类的带货主播 我看过你的视频 你的潜力很大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考虑和我签约 进行新产品线上推广 从来都没有这么大的品牌方会看上我们 毕竟我们的流量数据挺一般的 其实流量都是创造出来的 你只需要一个机会 东西你现在会去试试 如果感兴趣 我们再往下谈合作 好吗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你稍微等我一下 我看你的脚好像受伤了 我买了窗口店 我帮你贴上吧 不用了 我自己来就行 谢谢啊 果然 饿了什么都好吃 好热啊 好热啊 奶奶 西城回来了 今天公司怎么样 还行 奶奶 公司的事情改天再给你汇报 我先回房间了 怎么回事 他要是 好 这要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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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吗 今天太忙了 会都没有来得及看 看 看 顾总 我发现你今天 特别帅 你 你干什么 没什么呀 就是 发现 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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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凉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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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吃错什么东西了吗 我喝了奶奶的汤 我喝了奶奶的汤 好热 还是热我要脱 脱的衣服 顾虚肠 你不热吗 我来帮你 不要 不要 送送 送 来 我来 我来 咱 你 你 西成啊 你们晚饭吃完了吗 我进来给你们收个碗 不用了 等下我们自己送过去 好 好 好 我去 在你 你 然后 你 你 在我 乒 你 我 你 你 我 乒 你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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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姨 锦夕小姐 你有一个快递 哦 谢谢 不用客气 快递 好 这是客户精心设计 绝不会磨脚的水晶鞋 我想来想去 只有送给你最合适 希望你喜欢 富伯雅 什么东西啊 哎 哎 他很有心吗 就是上次 他可能看到我穿剛剛鞋磨脚了 所以 五夕成 你等一下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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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想带你去 顺便帮我做个翻译 做翻译 有问题吗 去德国的是贺锦锡 不是我 有问题 哦 我的意思是 客户带夫人出席 但我又不是你真正的夫人 这 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不重要 你只需要做好翻译 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 可是 还有什么事情吗 没有 出去吧 我一直很看重德国的生物技术 这次能和利普曼宣承合作 非常地开心 我一直以为 我们只会穿一样 我们一直以为 我们要穿一样 这次户带 都会穿一样 你和利普曼宣承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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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 寸突不让 您给我讲了 这是我的原则 不知道这里的菜 合不合您口味 我们 边吃边聊 她是 麦克米尔 准备吃饭 这是 林森 碗 是 很好 我喜欢 我的中国伙伴 会是 Baltier 他已经在中国工作 很严重的工作 我们会一起工作 利普曼先生说他 不了解中国的市场 所以呢 请了一个很多年的朋友 来当顾问 利普曼先生的朋友 应该也是业内精英了 来 如果你饿的话 可以少吃一点 但别忘记了自己的工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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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酷 你很酷 你东西掉了 什么 你看错了 什么事 肯定 准备 抱歉各位 我来晚了 你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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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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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您 clapping 您好 我们好 您好 好 冷了吧 没关系 我不用的 你不用跟我客气的 我是觉得 我们普通朋友之间 不必这样 我刚捡到一个东西 这应该是你的吧 这 这是我听音乐用的 我听音乐用的 厉普曼告诉我 你在德国流过学 但其实你根本就不会德语 我 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你来之前 翻译工作都是我做的 是厉普曼先生不满意吗 还是 你是觉得 我听不懂你说德语吗 对不起 傅先生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我刚刚也是在晚来一步 你不会德语的事情 就在所有人面前暴露了 素颜希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听懂啊 别避开我 颜希 我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和顾熙成在一起 但是那晚在医院 我就已经听到你的朋友 叫你真实的名字了 后来我们在海边 你的反应也让我清楚地意识到 你就是素颜希 你竟然早就认出我了 是 我之所以忍着不说 就是希望 找个机会单独地问问你 你为什么会变成贺锦熙 又为什么会和顾熙成在一起 你和她到底什么关系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你真的是她女朋友吗 还是你们已经 我其实 我其实 坐 回家 顾熙成 我还有话没和傅先生说完呢 我的话还要说第二遍吗 抱歉 顾佐 您的这个态度 恐怕不能带走她 再说一次 她是我的好朋友 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 强行带走她 甚至让她陷入危险的境地 你和她是朋友 当然 她不是我的女朋友 她是我的 未婚妻 年纪 所以我带我自己的女人回家 根本用不着你管 我 你 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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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明天见一面吧 谢谢 戴着这个衣服我不能收 为什么 我听老板说你很着急啊 这也不是什么名贵的衣服 你还是收下吧 傅先生 我们上次在餐厅被顾锡城打断了 今天正好在这里 我有几句话想认真地跟你说一下 好 你说 我不知道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发现我的秘密的 但我真的不是有意欺骗你 我和贺锦西 其实是双胞胎 双胞胎 只是小时候因为父母的原因 我们被迫分开 抚养长大 能挂 能挂 所以 所以我真的不是有意欺骗你 只不过 我有自己不得已的苦衷 要留在顾锡城身边 所以 所以其实顾锡城并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所以那天他才说你是他的女朋友 他不知道 顾锡城那个人 虽然我往来的不多 但是以我对他在商界的了解 他要是知道你在骗他 他一定不会原谅你的 甚至可能会有危险 希希 你这样做实在是太冒险了 你还是尽早离他远点吧 所以我才想拜托你 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能在我平安退出之前 不要让顾锡城知道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拜托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替你保守秘密的 希希 虽然我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样的苦衷 让你冒这么大的风险 但其实我想说的是 我们分开了这么多年 还能再遇到 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啊 我一定会 一直站在你身边 陪着你的 以后你无论再遇到 什么样的困难 要及时告诉我 我一定会帮你的 好吗 希希 谁的快递啊 要不要帮忙拆一下 好像是我的 我看看 我的我的 买的什么东西啊 这么大 没什么一些私人物品 顾总 你那么忙就别管了 我先回房间了 哎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妻子挺好的 你这有顾西成关心着你 还用得着我吗 陆安安 有劲 苏妍一起小朋友 你好像上新闻喽 交通规则人人遵守 交通安全人人都有 马路就像老虎口 不留神就没活口 善待生命 遵章守法 陆路畅通 从我做起 你看这就是你妈 这是成绩交警的账号 还有解说呢 怎么开车的 原来那天 他是为了替我挡开左侧的车子 如果没有他 我那天一定会出事的 可我还一直在怪他没有向我道歉 西西 你在听吗 这司徒这家伙又来语音了 我老板娘真的不来了吗 今天可是全场带女伴 等下还有跳舞环节 老板就只剩下孤家寡人一个 虽然她要拉我田树 但是我真的不想和她跳舞 你能不能劝劝你闺蜜 让她克服困难来一下 也算是不辜负了我老板 花五位数给她高定的国风礼服啊 等会儿 这个礼服是顾西成帮我订的 不是你帮我买的吗 我隔着屏幕都能看出来 这个是手购高定啊 我哪有这个人脉 这个钱订得到这种品质的礼服啊 这肯定是顾西成给你订的呀 谁的快递啊 要不要帮忙拆一下 是安安送的 慈善晚宴的礼服 这件衣服质感还不错 说明挑选的人是用了新的 你没有其他礼服可以用 不如就收下呗 你怎么那么了解啊 好像跟你买的一样 收下就行了 飞这么多话干嘛 安安 我要去会场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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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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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准备好了吗 您可以带您的舞伴 跳第一支舞了 不好意思啊 今天舞的舞伴没有 我来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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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应该erta 快点ывайтесь 你可以看描ira según陆 colline 到毫秒array 我们下期再见 你再来 至memory 你身体不是不舒服吗 其实你可以不用来的 顾总 我有这个荣幸 恨你她第一只舞马 你只掉牙 我确实不会说什么情话 种一朵花 等它慢慢发芽 明明要出发 却又放不下 背叛自己 是心动的代价 You are my dream 也懂我的心 人海中喘息 只有你的声音 You are my dream 都到这里 只差一句 你也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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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再看下一件拍品 接下来的这件拍品就更为出色了 它是来自于我们著名的化妆品公司 花言集团总裁 顾西成先生的亲情捐赠 来 我们请看大屏幕 天使之类 天使 怎么会是天使之类 姐姐 怎么了 天使之类 难怪我第一次遇见她 会觉得很熟悉 原来是她 谢谢 这是我妈妈的项链 我把它放在家里梳妆拿在抽屉里 一定是取项链的人拿错了 才会把妈妈的项链当成了拍品 这是外婆留下来的 怎么办啊 没关系 我们把它再拍回来 拍回来 接下来的这件拍品 不是 将由我们本次慈善拍卖会的 发起人 主办人 才华横溢 刚刚归国的彩妆设计师 南宫琉璃小姐 亲自展示 感谢丽临现场的各位嘉宾 我是本场慈善晚会的发起人 南宫琉璃 谢谢大家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 也感谢各位好朋友 也感谢各位好朋友 能因为同样的慈善 重新相逢 谢谢大家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 现在我佩戴的这条项链 正是来自我曾经最好的朋友 花言集团总裁 顾西成先生 以前他就帮助过我很多 今天他也同样给了我巨大的支持 所以我希望这条项链 能拍出最好的价格 来回馈顾先生最大的善 谢谢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南宫小姐 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始竞拍吧 我们南宫小姐 锦上的这一条绝美的项链 起拍价是二十万元 好 顾总 您的价格是 二十八万 二十八万 好 还有吗 好 来 副总也举牌了 您出的价是多少 四十万 四十万 有没有价格更高的 傅伯雅能不能让让我们 这条项链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也很喜欢这条项链 你如果喜欢的话 我可以把它拍下来 送给你 好 顾总您出价多少 傅伯雅 六十万 六十万 非常地给力 还有吗 好 我们的副总又举牌了 一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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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掌声送给我好吗 你现在看得出来 应该是我 非常给力 一百万 这条项链对你来说很重要 但你对我来说同样重要 一百八十万 一百八十万 太给力了 副总又举牌了 副总 副总您这次出的价格是 两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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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大家掌声响起 送给我们八百一十八号贵宾 来 八百八十八号 我们的副总您出价 两百八十万 两百八十万 两百万 两百八十万 有没有价格更高的 两百八十万 第一次 两百八十万 第二次 两百八十万 第三次 来 我们把掌声送给顾总 恭喜啊 恭喜啊 恭喜顾总 顾总以两百八十万 得到了我们这件拍品 恭喜顾总 西城 好久不见 感谢你对我慈善晚会的支持 这条项链 这条项链 我把它拍下来 是因为我想把它送给一个 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 锦西 上来 梁馆 我去你 ин实 我这条项链 我去你 文蝦 也有一点 还有一点 房屋 你 抱歉 这条项链我想把它送给你 感谢你出现在我的世界 陪我度过了很多难关 我希望以后的时光 我能陪你一起走下去 这是谁啊这是 是黄岩集团的人吗 刚才我看到就进来了 听说呀这是总裁的贴身秘书 但是你说这秘书有这么亲密吗 顾兮长 别动 你什么都不用管 嘴子 便会 ces 万一 不 不见 刚刚你在所有人的面前拒绝了我 不会到了这里 你还是连和我握手都不肯吧 我记得你不是这样没有礼貌的人 你走太久了 不记得了吧 不好意思 我就是 没关系 我知道你还在生气 别人不懂你 我懂 不要在我面前自以为是 从你当初不告儿别那天开始 我们就没有任何可能了 是吗 那为什么你现在还这么生气呢 是因为我讨厌有人在我面前 自我感动 如果以后没什么必要的话 那么就不要再见了 我从你身边上有关 到你身边的那儿 一定是不乖 我刚才死 我就是在野性 你还能够吃着我想 你是怎么着急的 这个人是今天 你除了什么 那我 Engine 像这儿 我怕你 这条线链是我从妈妈抽屉里拿的 你是王子 给你带吧 我才不要呢 我不要演戏 为什么不要呢 大家一起演出 一起加油 一起做好朋友 不好吗 你看 你是王子 我是公主呢 和我们一起吧 我们都会是你永远的朋友 果然是你 我们曾经同他演出过一次 天天被老师叫小蜜 蜥蜥 你 好像是叫蜥蜥吧 原来你的大名叫 何锦细 怎么啦 谁动过我的办公室啊 这不挺正习的吗 东西的床像变了 还有 这谁放着的 我去掉监控 是我 怎么回事 这 这不好的预感 你怎么在这儿 怎么 顾总不欢迎我 什么意思啊 我今天入职 特别来向你报到 行政今天说来几个新的高拐 你是其中一个 对 我负责新产品的研发小组 是花园HR们请猎头公司 花了很大的精力 把我从国外请回来的 怎么 顾总不希望看见我 南宫小姐多虑了 花园队有真才实学的人求仙若可 既然南宫小姐也是行政花了 大力气挖过来的 当然是对花园 有做出贡献的真实实力 谢谢师傅 他来了 他来了 怎么才下班就没人了 总裁也会加班吗 总裁也会加班吗 可惜奶奶送的晚餐咯 wol lui 怎么 才半天没看见我 不记得我叫什么名字了 我才没有忘记呢 顾兴成 今天怎么来公司了 是有什么事情找我帮忙吗 才没有呢 奶奶让我来送汤 汤 什么汤 不会是乌鸡汤吧 还加了冬虫下草 饿椒得超级补汤 骗你的了 就是梅姨做了一桌普通的饭菜 怕你太忙没时间吃晚饭 所以特地让我给你拿过来的 你陪我一起吃 我倒是想陪你吃 但是最近我在减肥 你 那我自己吃吧 我早就想尝尝 梅姨烧的乳鸽汤了 听说特别好吃 行了 一起吧 好 怎么了 我只带了一个勺子 我的勺子 没关系 你的就你的吧 我们一起用 西城 你怎么还没下班 我刚进化研 想用最少的时间 最多地了解公司 也是为后续的产品研发 做最万全的准备 周围是 慈善晚宴的发起人吧 他 怎么会在这儿 原来西城还没有向你介绍过我 我跟西城可是很熟悉的 老朋友 他今天刚入化研 我还没来得及 巫总 我还有非常重要的 言分问题想要请教 等你吃完饭后 我可以再过来吗 来 顾总 我 吃不下了 您慢慢享用吧 兴兴 兴兴 你可回来了 奶奶 您怎么还没休息啊 让这个小子给气到了 还能睡得着啊 你看看吧 怎么了 我看看 你看 从事就有 你说这小子 他突然招个女生进公司 也不和你商量一下 还让那个新闻乱写 奶奶 这些都是小道消息 我都不在意的 你不在意奶奶在意 这个南宫琉璃啊 她是来者不善 冲着西城来的 西西 你是西城身边的女人 你不能纵容她们 在公司里面 天天眉来眼去的 你不在意奶奶奶 俗话说 进水楼台先得月 你现在不能只是在家里待着了 你去花园上班 我 就是你 明天哪 我就安排人 把你哪放在西城的旁边 你给我看着西城 绝不能让他人 钻了你们感情的空子 就这么定呢 怎么突然想到 找我出来喝酒啊 以前我们在国外不是经常一块喝酒吗 子茂 回国就不适应了 对了 对了 我看西城跟那位贺锦西小姐 好像关系不太一般啊 西城之前 从来没有过特助或者秘书 她和她 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其实贺锦西 就是顾西城的未婚妻 只不过消息还没有公开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啊 是 之前在国外的时候 奶奶就一直催西城找女朋友 没想到 最要进了顾家的是她 南宫 未婚妻 但还没结婚 所以我还有机会 你果然还是 不愿意放弃顾西城 怎么可能放弃呢 不愿意放弃顾西城 那个女友 要干什么 你们可以啊 就去吧 以前也不久 这么快就能成为朋友 你们真的很投缘啊 好 顾总 这是我在网上学的新配方 尝尝看 怎么样 味道不错 顾总 正好贺小姐也在 顾总 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 我听说贺小姐业余时间 也在做美妆博主 还跟花言勇合作 成绩还十分不错 您过家了 你给顾总当助理实在是取材了 正好我研发部缺人手 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过来帮帮我 研发部 那不是花言最核心的部门吗 她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 我看还是算了吧 突然想把我调走 到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不过如果我过去她身边 反而能更清楚地知道她的目的 也能更好地反击她 我想去 南宫那里是非常重要的部门 你没有任何工作经验 没有你想那么简单 我虽然没有什么经验 我虽然没有什么经验 但如果能跟这南宫总监一起学习 我想应该能学到不少 那HR那边 HR那边我亲自协调航过去 西城 你有工作需要跟贺小姐交集的吗 工作倒是没有 就是乐趣少了许多 我随时可以过去 那太好了 我现在就带你办手续 好 好 就 就这么做了 进 南宫总监 我的设计草图做好了 麻烦您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提点意见 这么快啊 市场要求已经交给生产部了 按您的要求 四点钱已经交了 行 我看看 很好 很好 我很喜欢 这是我第一次做设计 其实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没关系 已经很好了 只是需要再微调一下 这样吧 你留下来 我跟你一起修改 这样明天就可以上会了 南宫在工作中还挺认真 但是 不能掉以轻心 好 谢谢南宫总监 好 坐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谢谢 以上就是研发部 南宫流理总监设计的 外包装方案 新晋研发小组果然厉害 四套设计都很漂亮 谢谢 尤其是这套 猫眼灵珠的设计更是突破 除了成熟的技法 还融合了很多中国风的元素 和我们公司新系列产品 非常契合 这些设计都是你的灵感 是的 顾总 这四套设计都是我的灵感创意 我带着整个研发部 熬了好几个通宵 才做出这么优秀的作品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南宫总监 你为什么不在会上提出 猫眼灵珠是我的设计 锦夕 你觉得我是故意不说的吗 我的意思是 这个灵感本来就是我提出的 你要这么想 就太让我难过了 这里面每套方案 都有我们研发部 每一个人的心血 如果我单独提你 你让别人怎么想 而且 这套方案不仅仅是你的想法 也有我的付出 对吗 我知道你对这方面 有很大的兴趣 所以让你试试 现在作品得到了西城的认可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吗 谁付出就应该有谁的名字 我想所有人都一样 想要一个公平 锦夕 你可能没有在这么大的团队里 工作过 不是随便调个色 做做美工 修改几个字就叫工作的 还是说 你觉得你是总裁特助 或者你和总裁关系亲近 我就应该多照顾你一些 我什么时候和他亲近了 顾总 顾总别误会 锦夕在和我说工作上的事 如果是你们研发部的事 就回你们自己办公区 如果不是 我不太希望有员工 在公司里面谈私事 我不是在说个人私事 我只是想证明灵柱设计是 好了 我还有电话会议要开 回你们自己部门 看到了 设计是谁做得重要吗 总裁是不会关心的 南宫总监 我下午可以请个假吗 请假 干疼假 熙熙 是 还好吗 我没事 这难受的话 就别忍着啊 我带了纸巾 我带了纸巾 我真没事 每个人都会有难受的时候 这很正常 不过 你难过 是因为顾西城吗 算了 我不问了 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因为不公平 还是因为她 不公平 就 工作上的事情 我能自己处理 要紧 这样吧 我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好玩的地方 进 顾总 我这里有份文件 需要你签一下 下班时间早就过了 花ύetin不提倡假班 早点回去 其实 我是有件事情想拜托你 说 我发现了一家 非常有个性的餐厅 关于细节上的填充 它给了我很多灵感 所以我定好了位子 想请你跟我一起去 实地感受一下 你一定能明白 我想表达的东西 我现在习惯回家吃饭 可是 为什么不接电话 我刚刚在忙没有听到 说实话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我说的就是实话 需要我帮你解释一下吗 贺锦西 再拿我去接你 我也有自己的个人私事 抱歉 顾总 你管不着 喂 喂 贺小姐怎么了 她没事吧 你刚才说的那家餐厅在哪 离公司有点距离 我回办公室拿包 一会儿见 没事吧 没事吧 懒得厉腾 真是昏君 真是昏君 你笑什么 没事 别生气了 走 请吃饭 说好我请你的 走 好 走 去吧 魂公 你跟贺小姐在一起吗 她还好吗 我听说她心情不好 你跟她出去啦 她没事 你放心吧 但愿吧 薄雅 你要知道女孩子心情不好的时候 吃点好吃的就好了 你要不要带贺小姐去吃点好吃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正好我们打算去吃晚餐 你有什么好的地方推荐吗 你问我可就问对了 我知道一家餐厅 气氛和菜品都是一流的 递着我发你 吃啥呀 选餐厅也太难了 正好 朋友推荐了一家 看起来还不错的餐厅 想不想去试试 可以啊 安全带 谢谢 帮我铺一下餐饯吧 那先这样 谢谢西城 你听我说 你把门打开 我有话跟你说 贺景夕 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商量 你先把门打开让我进去啊 你至少把睡衣给我吧 这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奶奶 奶奶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以上呢 就是我对这些方案的细节补充 谢谢大家 从今天开始 为了提高研发部的员工创造积极性 我会增设创意平和机制 分别明确分工 确保每一个员工的权益 得到应有的保障 从这一次的方案成果来看 据我所知 核心创意来源于 贺锦西 南宫总监带领团队友方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做出这么大的成绩 实属难得 顾总过家了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你今天怎么了 你之前开会可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人 世光公司做了就是做了 没做就是没做 我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再让他不痛快 是因为公司吗 你就是想为贺小姐出气吧 怎么 准备认错了 怎么可能 反应这么大心里一定有鬼吧 那个朋友 该跟老板娘道歉了吧 需不需要我帮帮忙啊 从这次的方案成果来看 据我所知 核心创意来源于贺锦西 西城 你到底想干什么 难道 难道 请 进 有什么事 直接说 西城 你知道 我一直没有忘记我们过去的时光 这里是公司 我不想谈论工作以外的事情 如果你来找我是为了私事 那么请你出去把门带上来 来 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应该辞职了 身为研发部总监 在工作会议上被指出重大失误 我没有脸再继续带领团队 更没有资格再站在你的面前 我觉得 我理应辞职 你说的是真的吗 南宫总监真的打印了辞职信啊 为什么呀 该不会真的是因为那个贺锦西吧 就是因为她 开会的时候 顾总居然说设计 全部都是贺锦西做的 那总监的脸面怎么挂得住啊 再说了 以咱们总监的工作级别 被逼到这份上 真的是委屈死了 但那个设计不会真的是贺锦西做的吧 有区别吗 她也是咱们研发组的一员呢 总监署名有错吗 也就那个人 平时和顾总关系好 想把总监给弃走 那你说 她不会真的和顾总有什么特殊关系吧 真是没完没了 谁和她关系好 谁又凭她关系欺负别人了 一定是南宫侵占了我的工作成果 反而怪救我来了 我并没有否定你的工作能力 只是给你指出了正确的工作方法 作为领导 你不应该把团员的辛苦抹掉 一个团队的成功 领导的能力和认知 是非常重要的 顾总说得对 所以我非常愧疚 请你允许我辞职 你允许我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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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改到第二遍了 他还是说不太对了 你帮我看看吧 行 老大那边有情况 速来降耀 好 可以 好 行 细成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 想让我离开吗 是你自己提的辞职报告 我没有逼你 南宫 你知道你今天做的 最错的一件事是什么吗 作为员工 你可以对你的上司不满 但绝对不能用逼宫的手段 来逼迫你的老板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人是不可代替的 你也赢 您刚刚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暗示 我已经被人替代了什么 被贺锦西 我说过了 我知道是我错了 当年我不该离开 不该不告而别 不该选择放弃 不然现在陪在你身边的人 依然是我 不会还有什么贺锦西了 够了 这里是我的办公室 我不想和你讨论这样的话题 我不想和你讨论这样的话题 如果你不走 我走 西城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你不用管我 我会走的 我会消失的 就 就等我死了 这是什么 没什么 只是一些营养品 营养药 这是精神类的厨房用药 你怎么会是这个 你怎么会是这个 我 其实这些年 我状态一直不太好 吃不下也睡不好 医生说 说我已经中度抑郁了 抑郁症 来 起来 来 起来 不要这样 完了完了 只有老板娘要是来了 你不去完万大了吗 不行不行 打电话 老板您等一下 我刚才看错了 老板不在里面 老板在 那边 完了完了完了 全完蛋了 有口红吗 花园不是最大的化妆品公司 你是副组 怎么连口红都没有 口红 要多少 有多少 老板娘 什么色号 丽雁公 纯号 顾兮丑 兮兮 这幸福 一边一边跟着海 风吹来 雨层雨层好像浪花转开 好险我就要 对你告白 也许是意外 也许是天气再搞怪 为什么每次遇见你 小飞 我们去那个餐厅吃路日大餐吧 怎么样 我不去 今晚可是超级月亮啊 你不约男朋友一块去看啊 红月很神奇的哦 神奇 据说月亮呢 越靠近地球 磁力就越大 磁力呢又影响人 说不定 今晚你男朋友看到你貌美如花 就对你死情塌地了呢 什么死情塌地 明明就是会让人情绪不稳 吵个不停 这个故事成 陆安安 你怎么现在才给我打电话啊 你怎么样了 和司徒什么情况 谢谢 你快点来救 救我 你又 发个定位给我 我现在马上过来 陆安安 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呀 该不会真喝醉到哪儿了吧 去哪儿了呀 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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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现在想要 习惯了 习惯了 我现在想要 我去哪儿了 我自己的 我现在想要 来 那儿 我现在想要 我自己的 我们在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您拨打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收 您拨打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收 顾学长 你搞什么啊 我要向你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这段时间我忽略了你的感受 因为南宫的到来 我把你当成了和他一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 我忘了你其实一直在做代言主播 对于职场上的关系处理并不是很擅长 我 我不应该指责你 你需要时间去学习 而我 是最应该给你时间的人 我也忽略了 我们在一起的时光 虽然我们因为合约而幸运 但无论在顾家还是在公司 你都帮我渡过了很多难关 对不起 你可以原谅我吗 你给人家听到谁 你充仆你也认识 你也认识 你这么想念 你不认识 你也认识 你这地方 你给人家听到说有点 我说有点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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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偷输 你不认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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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 赫锦馻 行 这是白色月光设计材料的资料 你下午去一趟郊区的材料工厂 和他们对一下用料数据 我去对用料数据啊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你身为研发部的一员 让你去做你该做的事 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怎么还没到啊 这是回程的路吗 您说完误诵 我不会伤害您的 等约定的时间到了 我就立马送你回去 这是要开去哪儿啊 路停车 路停车 危险 危险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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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你要干什么 我也是拿钱办事 我很快就会送你回去 死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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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熙熙出事了 快去找顾熙丑 我们去绣打 好 起开 你现在不能进去 有什么 起开 别被我揍你啊 老板娘出事了 你负得了责任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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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被一个陌生司机带到了远郊 然后他跑了出来 然后 反正很危险 你赶紧去啊 熙丑 熙丑你别去 熙丑 又是你安排的吗 是我 都是我 全部都是我 熙丑 接点花样 快接地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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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熙丑 是我 熙丑 熙丑 你在哪儿 安排安全 快把定位发给我 我马上去接你 好 熙丑 我好害怕 我不知道我在哪儿行程 熙丑 你别怕 因为我收到了 我两分之后就会到 你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 别让他看见 你知道吗 熙丑 我会来的 我一定会来的 原来你在这儿 熙丑 喂 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 熙丑 熙丑 你别跑 你别跑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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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啊 我看见你了 原来你在这儿啊 出来啊 我看见你了 我看到你了 你在哪儿呢 就 era 人在这儿啊 需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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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的 我一定回来的 你就是我的梦 也懂我的心 人海中传心 只有你的声音 顾西成 你睡了吗 还没呢 怎么了 我有点睡不着 还在想今天发生的事情吗 回想起今天发生的事情 举不点害怕 我回来的声音 我回来的声音 没事 我陪着你 睡吧 我回来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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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出事 我回来的声音 我回来的声音 睡吧 晚安